这是让曾志伟饱受骂名的一部电影 他要求女演员假戏真作 女演员因此留下终身阴影 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 这部电影拍出来遭到了全亚洲的抵制 在一个昏暗破旧的房间里 年轻的女孩被油腻的男人带走 在场的人却没有一个敢出手相救的 不过片刻 女孩就被床单裹着抬了回来 浑身的伤痕足以证明刚刚他都经历了什么 这时 人们才真正认识到菲律宾反叛倒的残忍 这群人前几天 还怀揣着激动的心情来到菲律宾旅游 导游阿卜是个圆滑的人 能够相当游刃有余地游走于各个游客之间 总是会拉着游客 连哄带骗地让他们去消费 不过他这么做可不是为了自己 比如眼前卖纪念品的小姑娘爹妈死得早 阿卜看他可怜就经常带游客过来光顾 一分钱都不收他的 所以小姑娘十分感激他 就连一向对他爱答不理的女神 都被他的善良感动 在晚上的歌舞表演 大家尽情享受当地的特色招待 然而没注意到 隔了一条街的歌舞厅 却是枪炮齐鸣 因为反叛军的军火交易 被警察们发现了 两方随即火拼 反叛军老大受伤被俘 其他兄弟只好准备跑路 好巧不巧 游客们刚玩完上车 便被反叛军挟持成为人质 等到甩开了警察 几个反叛军下车休息 游客们色缩着聚成一堆 其中一名警察决定代表大家去谈判 可游客们低估了这群人的狠 他们一言未发就直接杀了警察 警察死后 真实的恐惧出现在每个人心头 他们乱作一团 不知所措 直到被反叛党带回大本营的时候 他们才了解了对方的目的 这群反叛党 要求菲律宾政府用他们的老大来换这群人质 不然就会将他们尽数杀害 虽然说有了活下去的希望 可这个破地方又脏又臭 让很多人都无法接受 其中反应最大的就属一个香港财阀的大小姐了 她又哭又闹 甚至被愤怒冲昏头脑 上去就是对一个光头反叛党一顿拳打脚踢 这个还在上学的女学生 被一个光头的壮汉连拖带拽地带走 任由她怎么挣扎都无济于事 等到她被送回来的时候 浑身亲子的痕迹 让在场的人无不道息一口凉气 一行人暗自祈祷 菲律宾政府赶紧换人 来结束他们这痛苦的遭遇 可是他们高估了自己 在菲律宾政府心中的分量 虽然对方也想救他们 但是用反叛军老大来换绝对不可能 所以他们阳奉英伟 决定表面答应 然后搞个偷袭 只是他们的意图被反叛军发现了 于是当场枪杀了两个人 这警告政府不要耍花招 这让整个牢房里的气氛变得更加紧张了 再继续这样下去 别说是身体了 就算是精神也支撑不住 可是菲律宾政府还在四处搜查 这无疑让反叛军更加愤怒 他们认为政府完全没有和他们进行交易的诚心 于是决定再杀两个人以示警告 而这次他们选择了一种新的方式 那就是让导游阿布 拿着只有一枚子弹的手枪轮流射击大家 一枪一枪的射击 更是一点点的在侵蚀他的心理防线 终于在走到女神面前的时候 他彻底崩溃了 这样惨无人道的场面 让在场的一对兄弟难以忍受 所以当反叛军的枪口指向阿布的时候 他们直接抓住枪杆 就这样 这两个勇敢的真汉子 死在了反叛军的枪口下 菲律宾政府开始慌了 这再死人的话可能会造成国际矛盾 于是他们加紧了对反叛军老大的审问 只是对方嘴硬得很 最后被打死都没说一个字 而游客们再也受不了这些非人的虐待了 准备逃跑 他们正说着话呢 光头又进来了 他喝得鸣饼大醉 一双色咪咪的眼睛 扫过在场的每一个女人 最终停在了阿布的女神身上 眼看着女神就要被带走 令人意想不到的一幕发生了 眼看着这个光头盼匪 要糟蹋一个清纯的姑娘 一旁的一个封城女立刻挺身而出 光头看到了也是相当满意 大笑着把女人抱走 众人恨得咬牙切齿 立刻开始研究逃跑的计划 他们用光头留下的酒瓶子敲晕了一个士兵 夺走了枪 然后兵分两路 其中的警察小弟和阿布去救封城女 剩下的人去找大巴车 计划进行得很顺利 警察小弟和阿布救出了封城女 只是出来的时候却被反叛军发现 幸亏卖纪念品的姑娘出现 待他们找到了有武器的地方 他们才能自保 并最终上了大巴车 几个人总算是逃了出来 可是开车的老奶奶 却在刚才的火兵中不幸被打中 导致车撞在了树上 临死前他嘱咐大家一定帮忙 把他的孙子带回去 于是一行人下车开始了长途跋涉 然而老奶奶的孙子跑了出去 他的叫喊声吸引了附近反叛军的注意 在打斗的过程中 他们抢了一辆车 正准备跑了 阿布却被击中跌落悬崖 而游客中的警察小弟和黑帮老大 也身受重伤 眼看着后边追来的光头越来越猛 他们必须赶紧想办法解决掉他 黑帮老大这一生的愿望 就是能够做个好人 于是他毅然决然地拿出手雷和那个作恶多端的光头同归于尽 剩下的人继续向前跑 以此躲避反叛军的追击 好在最后他们成功和政府军队会合 在军队的扫射下 反叛军全军覆没 人质也得到了解救 这个故事出自香港老片《安乐战场》 主要就讲述了一个香港旅游团 被菲律宾反叛军劫持的故事 然而巧的是 这部在1990年上映的老片 却和2010年8月23日发生在菲律宾的旅游团绑架事件极为相似 让很多人都感叹这就像一个预言 在真实的案件里死亡了8名无辜游客 而菲律宾方面的处理方法 也是非常欠妥 一个劲的激怒绑匪 其中还有人质是被政府军队扫射的时候打死的 然而就这么见令人气愤的事 菲律宾政府却拒绝道歉 到最后还是香港方面多次催促 才在2014年正式道歉 最让人气愤的是 出事的旅游大巴现在被当成一处景点一样 工人参观照相 总统也微笑着轻描淡写地对待此事 他们的这种做法 无法不激起全球华人的共分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